京福鄉嘉蘭村東側永久屋 101年4月落成空 至今過了9年多 許多生活環境與需求條件已不同 有些住戶已年邁 但當時永久屋興建 並未考量無障礙及門窗空間 因此居民都期盼能給予改善 有很多就是門口的改變 或者是無障礙空間的設施的改變 人會老嘛 會老化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那個 律師的無障礙空間設施給它做好 為了提供住戶生活品質 今年已陸續進行東側永久屋修繕作業 並規劃ABC案 提供住戶進行交付改善 但各項案件的修繕項目不同 有些與住戶需求抵觸 因此情報相關所也特別安排 加上東側永久屋修繕工程 一律說明會 後續也將針對住戶需求調查 並向原民會提報計劃 希望修繕項目能符合居民生活需要 因為大家的需求跟環境的適應都不畸相同 所以會在選擇上面會有些不一樣 可是這所謂的選擇是因為我們指定了ABC這三個案 那這三個案是我們用10萬塊錢每付作為一個標案 透過他們的想法 然後我們請工作來匯集相關的意見 整合相關意見之後 我們再來跟原民會請示 周邊沒有做到更完善的一些環境 來去預測他們的品質的提升 每位住戶經歷爆發風災 造成原本房屋沒了 只期盼進一步解決永久屋的生活環境 品質提升 成為民眾能夠安居的處鎖 於是新聞物局台東京風財法報導